大家好,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学习新闻操 那么新闻操的话,它就是一个入门的一个小曲子 它的指法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勾小,有处,有散音,有范音 虽然曲子小,但是呢,散范案都有 那么上一节课咱们是学了上半步 有心有说是有事没有上课 那么咱们把前面稍微过一下 大略的说一下,然后再说新的部分 刚开始,它就散,散挑七 然后散勾五 再散挑七 敏指收回勾弦 找准这个,再听一遍 然后紧接着,就是半排的刚开始比较慢 紧接着稍微快一点 你发现呢,就是有散音,有暗音 最后有一个是什么,错音 这走音的意思 一条一处,纳致,从十辉处到了九辉 第一行,咱们再来一遍 第一行就是散音,暗音,走音 这都没有新的执法 咱们的执法练习当中都有 但是呢,这个没有重复 只是就是说把这一些简字谱 对加在一起,然后这样的节奏的话就可以 那么第一行如果没问题,下面两三行都没有问题 刚开始还是简单的 这是第一行的,大家可以稍微弹一下 只要找到位置就好 找到选 大家名语吧,文明词在哪里 这是第一行的,第一行,没有问题 咱们往下走啊 第二行,它就是往上 有走位跟琴弦,从六弦开始 三条六弦,三勾四弦 然后呢,三条五弦 五弦对应的三弦的 明指十灰八分 十灰八分,就是进十一灰 六弦,四弦,调五,勾三 明指十灰 最后一个啊,还是一伞一出 走一 就是跟上一句是一样 只不过多出来一个什么,十灰八分 紧接着的一句和什么呢 第二句是完全相同的,节奏也相同 按的位置也相同 只不过弦又走了 马上走一根啊,五弦开始 调五,勾三,调四,明指十灰 勾二旋 再来一面 能谈的话都跟一下啊 那么咱们把前两行啊 连续的谈一下 再来一面 千两行都是相同的一个位置 第三行 挑四勾二 挑三 名指十辉 错勾一选 然后 挑四 错什么 错一选 总十辉 多点就会 这些都不能 然后就是一伞 你按挑四 直接按用的大持久 微勾一选 挑五勾二 然后挑六什么呢 勾三 这跟咱们之前学的一个练习 一三两 这是元素的 那么这样的节色就是 有半拍的 有一拍的 有两拍的 这就好听了 我把双头到这儿抬一下 咱们再来 咱们谈的时候可以慢一点啊 不用着急 如果哪位情友可以弹下来啊 咱们可以弹一下啊 展示一下啊 老师我先来一下哈 好的 非常好 如果这个谈了上的风情学你将这个想到马上想到下一个往哪儿意在止心啊 就是你要有意识提前去想到这样你就音不会断啊 另外就是有时候本来都是石灰的啊 多出来一个石灰八分啊 这个音的时候啊 大家往后挪一下 容易弹错了 其他的非常好 在手脸会更好的 音准也是不错的啊 只要是一个再慢一点啊 手脸以后再快 很好啊 还有哪位情友可以弹一下呀 刘老师可以不理解 刘老师谈你太好了 我都不敢谈了 没关系 我们只要能谈一下就可以了 我会不会散开 这块是这样 这边先不用谈 因为那边没什么内容 所以说也挺谈 但是前面我说一下有个问题 您调了以后一个错 说到辉位的左边 要定住几秒钟 它是半拍你就停半拍 但是一拍就停 但是两拍就停垢 就是没有停垢就直接拍手了 它这个音就没有了消失了 没有给够 这个时间上时常没给够 所以把这一点就定住它 定住三秒 这些人说定了三秒 我默默的数一下跟这个节奏 这一点 然后就是大指错的时候 这个大指和中指 不要离开 让它聚一些 回收一些 它的力量贴持的按下去 就不要打开 再聚一些 就是这个手指 这个手指 像那什么鸟的 随比较 这金金鸟 不靠的地方 不要打开 稍微回收 对于放松 对于这样的 对于这样的 其实它都非常好 那个节奏 那个节奏慢慢来练 然后掌旋 这是一个熟练的过程 这个没关系 挺好的 不错 谢谢老师指点 一谈一时候就忘了 手就砸开了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量 这个慢慢的 它就会 不那么紧张 很轻松就放了 然后厉害 这个这次声明出来了 上路几次就是听到很小的一个声明 我这个 我这次把它重新调了 我又找他们别人把我电脑调了 原来是那个麦克风在那个摄像头上 但是摄像头都要离我远一些嘛 所以这次呢 就把那个麦克风调在这个电脑的那个Benson 就是离我近 这样的挺好的 可以的 还有其他情友能展示一下吗 其他的可能就是不是太熟 没关系 咱慢慢来 那么咱们就往下说 往下说 一二三四 咱们说到了 第四行的 前面两个小节 那么后面两个小节呢 咱们读一下谱字 这个大指 左手的大指 上下结构 什么 五弦 右手是勾 五弦 这个C 当然这些我会勾五弦 这个C 然后后面是 什么呢 写个大写六 大写六 它就是指法和上面一个指法是一样的 就是左手 都是用的大指 按在什么呢 六弦上 灰味相同 弦不同 然后右手也是用你的钩 所以它就省力了 大指九灰钩 五弦 如果写拳的话是大指九灰钩 六弦 对 放在六弦上 七 上 上 这个后面一个上数着来读 上七六 刚才是在六弦九灰是吧 现在要这个余音弹两半拍 上到了哪里 上到上面一个音灰 就是八灰 但是咱们把八灰都是自己成的 七分九灰 所以这三个音是 大指九灰够五弦 大指九灰够六弦 然后 鱼音 不要过早的 就成了 成了鱼音了 一定一个鱼哀和咪很清晰的 弹一下这三个音 有没有读到 大家这一句 这是咱们之前没有接触过 对 然后紧接着一个调器 大指九灰 然后去线的一个什么呢 大指九灰 住够四弦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住下去啊 住下去啊 和错是方向相反的 都能弹 都能弹是不是 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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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音這個拉,大師九灰駐高四泉這個拉,什麼呢? 是一個伏典音符,它拉長了,它比一拍還要多出半拍來。 那麼後面這個音,它這個指法是咱之前是沒有見到的啊, 明指,石灰,掏起,就是你的大指,從八灰駐到九灰,四旋駐到九灰的時候,你的大指現在九灰,你的明指是在哪裏?石灰,你的明指上面寫著,明,西就是五明指的明,左手的明指。 大指不要抬起來,駐掉之後,大指不要抬起來。 五明指放在石灰,然後,現在五明指按住,按緊,大指再輕輕的抬起來,波動,往你這個方向,後上方,明指不要抬起。 它是一個勳,波動它,這個就是抬起。 這個抬起啊,這個抬起啊,這個抬起啊,你看這個, 抬起,這個抬起,這個抬起,是從哪裏也變過來的呢? 是這個,抬,這是繁體字的抬。 那麼,咱們現在啊,一般有時候都,這個,這個繁體字的抬,這是簡化了以後。 凡几次 它叫减次 是从凡几次中来的 那么就把上面这一个 像Chistel 这个一条 一条 然后两点再一条 取了它这一部分 然后起来的起 半包围 就把这个起 就是这两个 放一块 它叫掏起 看到这个叫掏起 这繁体字 当然有的人也叫什么 掐起 掏起很像什么 把什么给它 掏一下 掏口袋 掏一下 它的掏起 一定要看上音 上音是什么呢 大支酒灰 是什么 柱 弓 四旋 这是大支 在四旋上 大支在酒灰 然后无名指 在下一个灰位上 按住 按了以后 大支在轻轻的 拨动这个清旋 让它发动这个虚拟 发出来的虚拟 它的得音是在哪里 得音是在无名指 这个地方 按到十灰八分 它这个音高了 你又按到十一灰 它就低了 所以说你的无名指 一定是在十灰 按准了 这样的音高 它是 只要这个音高 无论你上下 你就无名指按的 位置不对 音就不对了 得音是在十灰 下面一个散音 然后无名指十灰 勾四旋 不动 原地 勾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一遍 明指十灰 如果这个 你能 戳一下 来得及 可以戳一下 来不及的话 刚开始慢一点 明指就不用抬起来 就直接勾就行了 这一句 恐怕耳上有一点难度 没接触过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自己多另一边 和上一句 连起来 两贯的 一句 收拾不要过早 抬起来 这个明指十灰高四旋 上面有什么延长 它不只是来 挺够半拍 挺够两拍 它可能还会多出来一些 因为后面就是散板了 就是相对自由 后面 不能就是看一拍 你就只弹一拍 它就是散板 武琴特有的 就是 有点 相对自由 会打击到 然后 你看后面 两个音也就是一个 什么呢 延长音 所以说 从 这个明指十灰 这个骚 就开始 慢下来了 雨昕老师 应该没问题吧 可以弹一下 啊 嗯 啊 啊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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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这个是看来是大量的练习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这个第四行开始 这个大指在九辉位置上 过了三弦四弦五弦六弦到 那么这个换弦的时候 我这个手指应该怎么 就是把它抬起来再换 还是摩擦这换弦 之前也说过 你要是抬起来的 一定是要抬起来的 但是不要抬太高 这个还好 它是一个散音中间 有一个散音 所以说你抬刚刚开始的时候 不是说太注意 你抬得很高 闭音也没怎么通 因为它中间有个散音 如果这个另一段时间之后 你这个明指九辉勾 什么 一选这个 然后下一个音的时候 你不要过早抬起来 然后往按了一下去 抬起来 给够它的吃肠 然后它抬起来 也是高高的 慢慢的 就是挪过来 不要幅度太大 只是轻微的 而你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抬高一点 也没关系 它不是说下一个音的时候 您说那个 是这个抬不抬 是不是 不是 我是说换弦 我是大指换弦 还是要抬一下 对 要抬的 你不抬 你不来 挪到这儿 它会有点紧 还是要抬 要抬的 还有刚才你说那个 我稍微就是 误解了 但是下一个音 如果就是那个 这个音 如果是初次 去接触这个音 咱们可以 一个一个 先学 患者 这个就 不要太高的抬起来 如果像这个 有点基础 咱们就 用哪个关节 用 大指这个 关节 就是手指不动 这个也可以 就是 可以练习的 当然不作为重点 大家 知道就行 以后 这种的直法 用的特别多 而且手 还有点 疼 入门的一般 不让 用这个关节 就是它手疼 也按不住 这个是可以不抬的 可以尝试吧 两种的都尝试 慢慢都可以 好 还有其他问题吗 对啊 可能这个手指 用肉按 它就没有那个 指甲尖那么坚持 而且 它的糖 慢慢抹掉 自己看 李老师 是可以吗 可以弹一下 好 这个 我再来一遍 C要慢一点 不要这么快 这次可以 Fly 咪 就够的 这样行 我再来一遍 这个 C 57 好 好 我再来一遍 这边 有点没有想 这头发 这个头发 公命之财的络合早了 高齐的这个国民纸 过早了 剖外观 剖外观 那一定要有 剖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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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從哪一邊 放彈 對 再去彈六弦 不用彈 放彈 它這個好像 就斷了 對 不用彈起來 這次放彈非常好 對 可能是聲音也能聽到了 嗯 思路館能彈嗎 上一回沒有上課 沒關係 這個 上課的時候都去聽 然後跟著操作回去練聊 以後 下回可以 再展示 從這個 大志九輝 隔五弦 到六弦 其實剛剛開始的時候 不要把它看成 一個曲子 你把它看成一句 甚至看成一個音 一個音的組合 先不要就是 看它的結束是什麼 你先找到慢一些 特別慢 就沒事 然後再一個音一個找 該上了 下一個又是散音 還注意 這個它彈指法一樣 就要去彈 等我們把這個位置找到了 音準和 灰位照準了 然後再看它的節奏 你去再掌控 一拍的半拍的 兩拍的 然後聽得多了 你也能掌控 其他的就是慢慢練一下 好 咱們往下說 掏起之後 明指示灰 這個音 你要 怎麼樣 延長 不要握著 抬起來 然後 後面寫的是三板 寫來個什麼 泛起 道具中的 泛紙 一條一點 一個起來的起 這就是泛音開始 就說明 從這兒開始 是泛音 你看 上面這個柬埔上面 是空心的圓圈 之前學過 泛音的時候 那麼到 泛音截止 曲中的 一條一點 一個停止的指 曲中 之前它都是泛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 這七個音都是泛音 泛起 然後咱再來看 這一點點的 一個字譜 這個衰 泛音的第一個音 是用的什麼 十指 第二個手指 十指是在七灰 找到七灰 然後勾什麼 四旋 你的這什麼呢 右手是四旋 左手相對應的都是四旋 泛音 緊接著下一個變成大指的泛音 你看還是七灰 兩個都是七灰 第二個是大指 什麼呢 七灰 右手是挑了七旋 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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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七灰 一個一個字譜去找 第一個是泛音 你看它要變化 手指了 一個是十指的泛音 第二個 是大指的泛音 我們右手相對應的從勾 變成條 然後接著的六四 說的是六旋和四旋 但是它上面沒有寫 和前面相同 是用的大指的 然後七灰 這個四旋也是用的 大指 七灰 都是條四旋 從泛起到泛指 其實這幾個泛音呢 什麼都在七灰 所以 還相對來說 不用長得太遠 把這三名 長長四個 對 就是一個是十指 一個變成大指 四旋 四旋 大指 它是三板的 所以 可以慢一點 四旋 七旋 然後往上一 六旋 它是大指的 反音 然後 最後又跑到了什麼 四旋 四個音 請接著什麼呢 中指 七灰 狗一旋 中指的 用到了 十指 用到了 大指 七旋 六旋 四旋 都是相同的 然後 用中指 是在一旋 這幾個音 找個下 都在這個灰位上 都在七灰上 都在這個灰位上 彈得清亮一些 清晰明亮 那就要去拿 灰位照準 左右 同時 就會 清晰明亮 這是中指的 中指的 然後呢 大指 七灰 這個 詩 是七 忘了嗎 脫七的 就是用你的 左手 用你的 大指 右手 也用大指 大指的指甲 劈出來 中指一個 什麼 大指一個 一個一旋 一個六旋 找到 一個一旋的 一個六旋的 中指 一旋是用的 中指 什麼 六旋用的 大指 因為 接著 下一個音呢 是在 什麼 還是在這兩個 位置 大指同時了 所以 前面一個鋪墊 一個中指 一個大指的拼 拼 拼 然後指頭 手指 大指 立起來一點 立起來一點 小指的方向 大指 大指的指甲 對 很好 余金老師 這個位置正好 能看到 大指是垂直的 對 注意 大指翻音的時候 中指收回一些 好 位置 找到了 六旋 四旋 一旋 好 慢一點 一個一個 找到 灰位 都算同在 七灰 我彈的時候 大家可以跟著 如果音高相同的話 會更好 好 這是這幾個音 這邊 十指的翻音 大指的翻音 好 中指的翻音 一旋 大指的翻音 四旋 四旋 這幾個音都沒問題嗎 都能找到嗎 前面這幾個音找到以後 咱們說一下 最後一個 你看 比較稠一些 這個字起 那邊內容是比較多 其實咱們分開講一下 可能就明白了 這個搓 漢似的搓 提手旁 然後一個醉 那麼這個醉 把它簡化以後 就光取了一個什麼 早一樣 這個 這個樹 這個樹 留下來 然後以後 這個右和 這邊這個二一樣 一樹兩行 三行 把它去掉 像一個早一樣 沒有出頭 把這個取出來以後 它就是搓 很形象的 把兩個什麼東西 搓到一塊 搓到哪裡呢 搓的是一旋和六旋 搓的一旋和六旋 嗯 如果這個沒有 這個大指 七徽和中指 什麼七徽的話 那就看到了什麼 搓一和六 搓一和六 搓一和六是什麼 散音的 一旋和六旋 這個也會以後有用到的意思 兩個都是散音 但是呢 咱們這個音呢 是範音 那就是稍微有點複雜 範音什麼呢 一個 一個 一旋的 用的是中指 一個是呢 六旋用的是大指 同時 在這個 位置上 點 範音 怎麼 什麼 右手還要去搓啊 首先說 散音的搓 是一旋和六旋 咱們先找到一旋和六旋 一旋和六旋找到了 是吧 剛才這個音的什麼呢 這個音的前面一個 是不是一個中指 七徽勾一旋 是吧 中指七徽勾一旋 啊 中指七徽勾一旋 一個大指七徽勾一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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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搓啊 不但是 這個 右手是搓一和六 你的左手 剛才彈過的這個位置啊 你在同時放著 同時放著啊 中指放在一旋上 大指呢 放在哪裏啊 六旋上 都是在七徽啊 這樣 右手搓的同時 左手 親點 七徽 成為幻雲 啊 首先你的右手 不要出現一前一後啊 這個聲音 要同時 搓到一旋 一旋右旋搓啊 這個這是大搓啊 大搓一般是中間隔了幾根旋 四根旋上 三根旋上 三根旋上 都可以用大搓啊 啊 一般是一和六是一旋 是吧 還有 還有什麼 二旋和七旋啊 是一旋 哎 我這個 怎麼看不到呢 大家能不能看到啊 能看到 就是小了一點 哦 我剛才那個 iPad 就沒有 沒有畫面 嗯 他剛才說你的 網絡 什麼快度 好像有點毛病 網絡的事兒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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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啊 搓就是一旋和六旋 嗯 然後加上範音的搓 啊 左 右手要同時搓 然後加上左手 位置還要找對啊 不能就是一個是在七灰 一個是在什麼 靠近偏理七灰 什麼行的啊 一定是在一條線上 你看啊 一條線上啊 那麼 我的中指是在這兒 我的大指也在這兒 不要把大指放到這兒了 要把它挪過來 回收回收啊 弄到一條線上啊 看看 音 才會準確 啊 這個音 正好延長音啊 後面也三個音啊 都是慢下來 一旋六旋 然後兩個在同時 啊 這個分解來說就不難啊 如果這個 頭一會看到啊 挺麻煩的啊 這麼多內容 一旋六旋 什麼中指 七灰 大指七灰 不知道 手放在哪裡啊 再一步一步來都可以啊 一旋的 六旋的 然後再加右手 嗯 嗯 這個可以單獨列明啊 這個右手的一旋和六旋 然後二旋和七旋 這叫大錯吧 大錯是相對來說 就是說中間空的七旋 就會用的是大指和中指 二旋 七旋 一旋 六旋啊 都去做做啊 然後再加上翻音 多去列列啊 然後又會少點啊 這個康開始肯定出來的音 嗯 不 這個 沒有同時啊 沒有一起出來啊 慢慢練就好啊 嗯 那今天的內容啊 就是從 嗯 大指九灰 勾五旋 然後大指九灰勾六旋 先開始啊 它的內容就會 什麼呢 稍微複雜一點啊 沒有前面啊 前面就是 基本上都是 散 暗 錯啊 啊 從這邊開始內容 你看又是有什麼 上 從哪個音 上到哪個位置 啊 然後住兩之後一個 淘擠啊 這個單獨來彈啊 你把這些啊 新的內容 分開 單獨彈 一個是上 啊 一個是淘擠 住兩之後 一定要 住兩之後的啊 上一個音 是在哪裡 你才能彈出來淘擠啊 啊 然後 啊 啊 這個是 換音之前的 咱們再來彈一下 可以放慢 注意一下 然後洗 嗯 嗯 再洗個音 彈一下 嗯 再洗個音 彈一下 嗯 這個頭有點壞了 伊心老師 這個慢壘啊 有點熱了 脫了啊 啊 不要出來 不要出來 那個脫了 直接 對 欸 欸 很不錯 啊 好 欸 欸 很不錯 算了啊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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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翻音啊 啊 四旋的 七回 七旋的 七回 六旋的 七回 變成大直的啊 啊 四旋 一旋 就是在找 他的位置 啊 認識 出 這麼慢都可以啊 一年一年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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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不好 連貫 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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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姐可以弹一下吗 从哪个地方 从刚才那个戏 对 对 我需要 我需要 还是不错的 就是一个幻音 不够轻量 这个幻音注意一下 这个挥位 然后触弦就起 这个批的时候 终止什么 不要离开琴弦 这个批的时候 你的终止在一旋 右手的终止在一旋 扎住 刚才扎到二旋 材料一起落到二旋上 是吧 二旋再去 六旋 二旋 拖啊 拖这个 有的可以抬起来 咱尽量就是什么 把它搓到一块 落到下来出去 右手 落到 让它进旋 这么把它抬起来 不要抬起来 它现在的力量飘了 好 我再试一下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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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样啊 这个啊 拖链链 单手 不错啊 然后您那个一旋 可能是音不够准 可能跑了一点啊 一旋 这个啊 一旋 啊 出来是两个音是错的 相同的啊 它虽然是错的 但不是错的 我这第一个音好像错了似的啊 对对 一个音 您可以就是 嗯 挑四旋 再上几点 然后错 一旋 你可以 叫这个一旋 老师 你说挑几旋呢 嗯 嗯 现在就是 调一旋 你先是 调七 反调四 然后大支九 会 错钩 什么 一旋 大支九会 嗯 大支六 七一八二九 这不在这吗 一旋 从十到九 十到九呗 对 然后调一个 调一个四 有个参考音 。 那就是 我 的 那我再调一个 啊 对 稍微一点点 稍微一点点 然后那就 它滑到了 好像太低 B 单手前脸粗 还是比一个笋 还是比一个笋 对 这个放音在多一点 我发现还是有点底声音 就像出不来似的 你这个笋 笋笋 还是这个 应该是偏了一点 当然你画面有点小 所以看不太清楚 这个左手抬旋 一手打完了 左手点就起来 点就起来 那你把弦弦调整 然后您的弦可以慢慢的 往高的弦 就是它让它适应 因为它在弦的弦 越长的弦弦会越冲 稍微紧 如果这个暗弦 可以慢慢的弦起来 让它这个 劳心一口声音 就不一样 对 我觉得我这个声音 好像和你都不一样似的 那我要是调大了 能不能把弦给扭断了 不会的 不会的 除非就是错误了 你在这个 你这个琴枕是 不拭断的 所以你是多出来几圈 它可能细弦会断 细弦 就稍微等一点是没问题的 大概你 没关系 你看我这些 老师你听我这个声音 它不连贯吗 还是俊了一点点 这个音有的 有的不是太准 如果有消音器的话 用消音器 消音下 你会能更准确的 你要不想用那么高的话 就是消音器当中 你可以偏锁一点 全部偏锁 这个 它不是一般的 在种中间是最准的吗 你就每一个都偏锁 这样都同意起来就会比 每一个都先用的话呢 就高 所以说现在稍微偏锁一点 一个或者两个 就都能用它 老师你说这个 这个鼓琴的效应器哪一种最好 其实鼓针上也都能用 就是12平均率都可以 然后手机上可以下载的APP 就是鼓琴 调音器 那就是把那个 那个什么 就这么平放的这场 把它谈声音就行 不用夹在这底 不用夹在琴旋上是吧 不用那个是 那是单独的一个 一个消音器啊 没有 小一点 对啊 我觉得不好使 所以我就不用它 对 是 那个时候会影响 当然是靠耳力会最好 然后这个慢慢的 让它稍微提高一点 我刚刚才看到这个信息 就是四路广说是上七九 现在明白了没有吗 你说谁四路广啊 对 就是声音也听着没有打开 四路广 你自己 可以打开 老师我就是这个上七九 中间断了一段时间 我就是理解不了 这个上七九 对捷克学的 大只九灰高五弦 是吧 然后换成 大只九灰高六弦 这个音 首先你把这个大只九灰勾五弦 后面这个写完整了 写成了大只九灰 这是上下结构嘛 勾六弦 发了 发了之后 是吧 发了这个音以后 你的左手不要抬起来 然后往上移到上一灰灰七九 七九灰八灰 也就是从九灰上到八灰 左手不抬 有余音能听出来的 用大只 这个明白了吗 你看大只九灰 多一下 然后鱼音 左手 我用手勾了之后 我靠左手按 然后右手没有参与 那这个是不是柔环啊 那这个是不是柔弦啊 要不要柔 这是上 让上这个音从低的一个音位 上到高一个音位 re me re me 就是你强了这个九灰以后 你不要抬起来 你的左手不要抬 你一抬起来就没有这个音了 就断了 然后余音上到上一个灰灰 从九灰上到八灰 试一下 那为什么要上八灰 不是九灰上到八灰 二灰三灰四灰五灰六灰 四灰六灰 然后到七灰八灰到七灰九灰 马上就要到了 其实就是月等一八灰 月等一八灰 有个多灰啊 不懂的可以问啊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好吗 好 谢谢老师 不服务务务务务工作 Maggie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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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